好 接下来是一周媒体人物时间 那近前我想本周最受全球媒体关注的人物 没有任何的悬念啊 他就是充满着传奇人生经历的美国新当选总统奥巴马 对对对对 来进入今天的一周媒体人物部分 在大约40年以前 在雅加达读书的一个黑人小学生在自己的作文里写道 他的梦想是在未来当总统 如今这个小男孩的梦想实现了 当年的小男孩就是现在的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 世界各大媒体评论说 他是继约翰肯尼迪之后 在美国本土之外最受欢迎的一个政治人物 世界各大媒体对奥巴马都做了大量的报道和介绍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来看马来西亚新周日报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介绍了奥巴马复杂的绅士和坎坷的人生经历 这篇文章说1961年的时候 奥巴马出生在美国夏威夷的台乡山 父亲是肯尼亚的黑人 母亲是堪萨斯州的白人 两岁的时候父亲离开了 六岁的时候母亲再嫁给了印尼人 奥巴马随母亲移居到了雅加达 十岁的时候母亲与继父离婚 奥巴马又被送回到了夏威夷 与外祖父母一起生活 奥巴马总共有八位同父异母 或者是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 他们分别居住在肯尼亚 英国 埃及 马来西亚和中国的深圳 18岁的时候 奥巴马回到美国本土生活 曾经是一名社区工作者 21岁的时候 奥巴马考入到了哈佛大学法学院 第二年成为了校刊 哈佛法学评论 104年历史当中的第一位非洲裔的主编 1991年 奥巴马获得了哈佛集优等法学博士学位 并且成为了一名民权律师 1996年 奥巴马迈入政坛 仅仅仅用了12年 他就登上了总统的宝座 再来看新西兰先驱晨报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说呢 可以说奥巴马在童年是在缺少父爱的呵护下度过的 这篇文章得出了一个结论 是心理学家得出的结论 说幼年丧父的孩子更加的独立 也举了几个例子 说美国历史上 乔治 华盛顿 托马斯 谢夫逊 詹姆斯 门罗 泰迪 罗斯福 赫伯特 胡福 卡尔文 科里芝 这几位总统 都是在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 往往是这样的孩子 更容易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轨迹 成年以后更加具有变革的精神 再来看世界新闻报的一篇文章 复杂坎坷的生活经历呢 也使得奥巴马清楚的了解到了 美国最底层劳动人民的一些呼声 这篇文章进一步说 从政以来 奥巴马喊出了很多社会下层民众的呼声 奥巴马一家是所有美国参议员当中最穷的 2004年为了获得竞选国会参议员的经费 奥巴马一家甚至把公寓拿出来抵押了 奥巴马还自称是唯一一名要自己报税的参议员 当了许多年穷人的代理人 奥巴马积攒起雄厚的民意资本 奥巴马成功的树立起了清廉 为百姓着想的形象 从社会底层依靠一己之力奋斗出头的个人成长史 再加上他熊变的口才 灿烂的笑容 博得了很多美国人的心 奥巴马因此也在年轻人少富族裔和底层平民和自由派当中 都有不少的支持者 再来看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介绍了一段奥巴马青年时期的经历 可以说奥巴马的青年时代就是街头混混一样的生活 奥巴马自己本人也不回避这个现实 十几岁的时候奥巴马和许多的黑人青年一样 不知道生命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他抽大麻经常酗酒吸烟 他承认自己曾经在夏威夷海滩和街头来游荡逃学 好在这段生活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 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时候 他进入了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国际关系 大学毕业以后 奥巴马到芝加哥的一个穷人社区 做了社区的工作者 正是这段底层工作经历 让奥巴马决心投身于公共事业 奥巴马的经历为美国人树立了一个非常优秀的榜样 再来看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介绍了奥巴马背后的三个女强人 分别是他的外祖母 他的母亲和他的妻子 这篇文章一一做了介绍 首先奥巴马的外祖母是一个非常勤勉和务实的人 母亲是充满理想主义的一个学者 奥巴马继承了他们的优点 而外祖母和母亲的开明思想和包容的心态 也极大的激励着青年时期的奥巴马 奥巴马的妻子米歇尔是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的高材生 是一名非常出色的律师 也是奥巴马最重要的一个政治顾问 从竞选联邦参议员到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米歇尔参与到了所有的决策当中 正是他们把奥巴马塑造成了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 最后我们再来看英国独立报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从另一个角度来介绍奥巴马 这篇文章说奥巴马的当选还创造了另外一个非常神奇的历史 就是奥巴马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网络化生存的总统 这篇文章进一步解释到是互联网帮助奥巴马筹集了巨额竞选经费 让他不仅打败了财大气粗的希拉里 也最终打败了只能用公共财政经费来竞选的麦凯恩 每一个浏览奥巴马竞选网站的人都会成为他争取的对象 庞大的奥巴马粉丝团再加上志愿者们的 终于使奥巴马从民间走向了白宫 好 以上是今天一周媒体人物部分介绍的是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